第四季 灰熊連打兩天,輸球都可以接受 今年NBA有甚麼大事 你還記得嗎 Angel訪問徐浩瑩 會說體操跑步還是時尚 體育是好看過氣 我們很久不見,但也不是很生寶 你怎麼對著我這麼害羞 我不敢讓你看 我現在很漂亮 你怎麼了?你那片魷魚鬚做什麼 我流來吃的,有少許東西,餓了 你真是吃 你這個造型挺像少林足球的張柏芝 是,是不是很開心 我跟張柏芝是主持的 雖然我很久沒回來 但我也知道為了要支持省港盃 和爪數兩兄弟 所以我美人生鬚無所謂 我還知道其他女主持 為了支持她們都會一起生鬚 很大犧牲 是 你的鬚弄了一點 對,一點點,不過我做好嗎? 是 不過你剛才說起看電影 我有個笑話要上場拍 真的很好笑? 是 好,來吧 我之前有個朋友,他上大陸 他看到一張貼文跟我說 好,瑤瑤,大陸有賭怪看 賭怪?賭神、賭聖、賭俠 賭神風雲我看過而已 賭怪? 答案是,其實我的朋友 他不懂得看簡體字 他把賭聖看成賭怪,好笑嗎? 好…很好笑 但其實我剛才說你這張拍子 可以說錯了 你這次肉面雙飛龍而已 請 你贏2比0吧 2016年的NBA 可以說是一個年代的終結 因為高比敗人 鄧肯、加納特、呂阿倫 相繼宣布結束球員生涯 他們捧起總冠軍的場面 相信會深深留在球迷的腦海裡 這位球迷說高比退役 當然是不開心 但他也覺得是時候了 20年來,高比只是打過一支球隊 為籃球奉獻一生 他一切的成就 都是非常努力換來的成果 他絕對值得擁有這一切 高比拜仁 曾經被譽為最接近神的男人 想不到連自己退休的消息 都是先告訴Michael Jordan 時鐘60格代表一圈 高比在最後一場對Jerks 起手50次之下也得到60分 大力胡仁在主場 史塔普斯中心以101比96贏球 為自己20年職業生涯 寫上最完美的句號 真的是經常規定 我命令你殺是今天 我願意被誘死誰 所以我希望你濱 Army ivil洞 盟友善信 成為第一支可以在落後 1比3而反勝的球隊 為詹姆斯和他的家鄉克里夫蘭 帶來這個城市 52年來第一個職業運動的總冠軍 至於勇士 我記得他的常規賽 打破了73勝的紀錄 以及拿了一個冠軍 是西外冠軍 剛才說過 今年是一個時代的終結 埃法遜、姚明、奧尼爾 入選籃球名人堂 勾起了不少人的集體回憶 而葉火力也宣布 將奧尼爾的32號球衣榮優 在2008年 奧尼爾和韋迪、莫寧 帶領熱火在決賽 4比2反勝達拉斯小牛 奪得球會史上第一次的總冠軍 難怪熱火對她這麼好 現在說起奧尼爾 多數大家都會記得 她帶來的NBA球員哈魯鏡頭 完全符合她笑死人無命賠的性格 希望你以後繼續消瀚人生 不過不要再像超人般跌倒了 星期三好看過氣 這集沒訪問到你了 但其實每一集主持都有一個環節 可以訪問一個人 讓你選擇, 你會訪問誰呢? 如果讓我選擇 我會選擇新的100米蘭世界紀錄保持者 Kendra Harrison 我會問問她 世界紀錄都被你破了 下一個目標是什麼? 我會選擇, 她不在香港 不要說馬上飛過來 近一點, 你會訪問誰呢? 近一點, 我最想問問我四頭肌 四頭肌, 其實你每天都這樣練 你累不累嗎? 你聽不到我說話嗎? 四頭肌… 等等, 她不回答我 我問左邊 四頭肌, 其實你每天都這樣練 你累不累嗎? 你乖吧, 你回答我 我以為 她今天只黏了鬍子 原來她還黏了其他東西 我太緊張, 抱不到你 我也不要管她 你乖吧 稍後回來, 看看Angel怎麼訪問 徐浩瑩吧 好, 投下你 回來了 投下你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很開心可以找到 徐浩瑩來為我們做訪問 徐,你好 你好, Angel 大家好 大家好 為甚麼要找她 是因為我覺得我們有兩件事 都可以連繫著我們 首先當然是運動 另一件是時裝飾 因為其實我大學時 都是來工讀時裝飾品 其實… 對… 我剛剛才知道 對, 我想大家都有一個 熱情為時裝飾 所以也想找你上來 多了解關於你對時裝飾 或你對時裝飾的一些看法 以及分享的 好 不如先說運動吧 好 我知道你喜歡跑步 沒錯 其實我自己… 每個人都知道 對… 我自己是一個體操運動員 我想很多運動員 都需要有跑步的訓練 我最怕跑步 對, 特別長… 長距離 可能我選擇適合運動員 我體操不用真的跑得很長 完全不用, 只要跑步 對… 在比賽中最長是25米 在比賽中, 我們有一個跳馬 我們跑一跑就扔扮 然後做運動員 但那些是要跳舞的 對 只是跳舞而已 對, 不用長距離 那個反而我很弱 是嗎 如果短途那些 我經常覺得要跑步的爆炸力 反而我反而沒有 即是你適合長距離 適合內力的跑步 對, 我只想問一下 在這麼多體育行業中 你也比較特別喜歡跑步 其實是何時開始熱愛這個運動員 以及為何跑步這麼吸引你 其實要說回我小時候 一向都是田徑隊的學校 但當時不會有長跑 可能小時候都是跑步 100米、200米 還有4乘100米、接力 還有跳遠 我也喜歡跳遠 還有路線 總之你能說出來 我學校的… 即是你也很運動員 很運動員 老師就找我去攝位 哪個學位… 我明明是C學位 如果B學位沒有人跳路線 就扔你了嗎 我上去跳很高的欄 出去代表學校比賽 好 小時候已經跟田徑比較有… 如果有這麼多運動 我跟田徑比較有關聯 為何慢慢會發展到跑場 或者你何時有想過 定下這個目標 我會要跑馬拉托 其實我想… 因為現在我們長大了 可能出來工作 你喜歡跑步 就不可能自己走到運動場 說我要來,按照你的標準 然後就跑100米 然後做一個最好的時間 就是不會 所以你不會特意去… 最初跑步就不會特意去比賽 可能是為了健康 或者貪美 我想… 我很喜歡吃東西 其實我很餓,我的樣子不像 但是我付出很多 吃很多,我要跑很多 去抵消食量 明白… 所以我由自己跑步 然後外出跑 但可能也是跑5K、6K 直至可能四年前… 四年多前 就是商臺他們一群朋友 經過運動品牌邀請 我去參加跑步的群組 從那時候開始推動自己 可能5K、6K、7K 就是慢慢去… 試8K 然後再試… 我第一次的比賽就是10K 是 就是渣打… 對…我跑了兩年10K 然後第三次就… 不知道貼甚麼線就去試全馬 當時我很記得 我們那群組沒有人跑全馬 好像半馬也可能沒有 但我突然說… 即是臨時說好,我來了 要升級了,我說不如等我去試 於是盲中中 第三次的渣打,我就跑全馬 對,這樣… 厲害 我知道你第一次跑馬一重 其實已經跑到四小時 其實那個時間真的很好 你也懂 對,我也有朋友跑場跑 對… 當然你說好,我要升級去試跑全馬 但你也要做一些準備 你有沒有加緊練習 達到可以跑全馬 我當時只跟自己說 唯一就是要練習 不練習就連完成的能力也沒有 沒有說要做甚麼時間 我唯一就是很勤力的 總之風雨不改 為甚麼…真的風雨不改 就是下大雨 有時走旅 我也不理會 一個女生走出去跑三十多公里 而且… 不用力 對,也… 很恢復你 我深信跑步任何運動都是 一分奸運,一分收穫 這是不能騙人的 就是不能說很不幸運 當時你也沒有特別說 找一個訓練者去訓練 只是你自己去… 也有,可能在比賽前 有一個蘇教練 我跟過蘇凱南教練 大家時間配合得到 我們有一群人跟他練習 他可能也設定了一個訓練 叫我跟一跟 但一到練習時… 對,習時訓練 對,我就想死,就瘋了 反而比你… 對,我寧願… 我喜歡自己… 你叫我跑很久,很悶,我也可以 但你叫我跑得又快又慢 其實是辛苦 每個人都很厭惡 因為他會推動你的身體 對,那部分我少了 我也是跑得夠理數 我覺得自己… 最重要是自己有信心 覺得我完成了那42公里 我練習到30多公里 我就去比賽了 對,就去跑渣打 好,很厲害 我想知道跑步 對你的人生有什麼最大的改變 或者你有否覺得你喜歡跑步 亦能夠吸引你身邊的人 去做更多運動 或者也喜歡跑步 其實我當初跑步 沒有想到那麼多 沒有想到去吸引別人 純粹是很個人 我覺得我跑了一步後 第一,帶給我就是心情較好 好像每天都不能缺少安多芬 對,早輪都是一定的快樂 我覺得跟你們做體操一樣 你做完吹完一身汗 對 會很興奮、很開心 不是很壓力 對… 我很追求那種安多芬的釋放 另外我覺得自己當中 可能在這幾年跑步 我開心時也會去跑步 不開心時也會去跑步 我覺得有時候我… 跑步後就會覺得 其實不開心的事很渺少 覺得自己跟環境 或者跟自己的呼吸 跟自己的身體說話 我覺得已經是… 好像清洗了自己的心靈 即是要重新回應 對… 可能會把一些生氣跑出來 又可以,如果你很不開心 跑步帶給我的益處是很多 除了跑步之外 我相信你應該會做其他運動 你也會喜歡做其他運動 我很想學體操的 是嗎?我打算問你 你有否接觸過體操 我之前跟你們聊天 我沒有,體操我沒有 反而女兒幾歲時 有放她去學體操 我也在旁邊看著她 怎樣做手掌 然後又打側手掌 一字馬 因為其實很多人都說 女兒…小朋友在做 可能是爸爸媽媽之前 自己做不到的事 或是完成了 我也很喜歡… 我很喜歡跳舞 我小時候學芭蕾舞 我變成很喜歡舞蹈 很喜歡體操 我也很喜歡 這方面都是相關的 對… 其實我現在也有時去問 有否有人教我的成人班 去體操 我真的可以介紹你 或有機會我教你也可以 因為我自己也有去教體操 是否有教這麼大的學生 現在有 現在真的… 即是在小學運動 其實也是興起了一件事 有些人就拿運動 是當作健身 可能拉起雙鋼 或做雙鋼 但如果你真的想學習 可能是倒立的 因為也不是太難 因為你做運動 其實也是可以練習的 我很想打側手掌 對嗎?不難的 而且一字馬 經常搶點點 是嗎? 因為我需要有人推動我 我很想像你們那樣 在健身中 可以打幾個後空翻 或前空翻 或側手掌的全部都可以連續 可以嗎?現在會否細膽了 很難學會嗎?不會的 一定學會的 手掌的東西 比較安全 空翻就… 可能先練習手掌 就要吊著… 是否要吊著 吊著 在一邊拚 或玩彈汗就很安全 還有跳彈床 對… 對… 時裝會是我的必需品 因為它已經是我的事業 或者看看心情 是 是否跑步 又看看心情 我覺得穿衣服更加要看心情 Brian, 16年就快過了 17年有什麼目標? 我的目標就在手上 是什麼? 我希望在下年二月的時候 能夠完成我的人生第一個 半馬拉松 接著就挑戰全馬 然後最好多吸引一些贊助商 我去世界各地跑馬拉松 可以衝出香港就完美了 你的目標是要跑得更遠 我的目標要跑得更快 我希望在17年 可以跑快多半秒就完美了 半秒也很厲害 其實很難 最重要是我們有願望 沒錯 就夠成真了 這是事前準備好的時間囊 打開它 將我們的願望放進去 然後… 先去圓 關上去 我們下年再打開它 下年就是幾天之後 下年年底 希望大家也有你的新年願望 還有來個城珍 天氣冷了, 穿多一件衣服, 再見